另外呢 美国现在太阳能巨头 Sunpower突然崩盘了 好这个部分呢 盘中一度暴跌 57% 已经正式拉响了 这个一美元退市的警告了 中国游泳队这次被 被要检 这个事情很明显的 看得出来就是说 这个欧美这些国家 尤其是安格鲁撒克逊 这些民族来养化 他们一种自大狂 他就看不起 看不得说是其他的人种的 这种比他们不管是 在科技方面脑袋方面 或者是甚至于 现在连体能方面 他们都看不得 中国能够比他们强 比他们好 现在来讲 有中国很多的运动选手 我们从历届的奥运 都看得出来 以前来讲的话 大家都认为说是田径方面 是欧美的天下 这个长跑大概是 非洲非一的天下 但是现在来讲 在这个短跑方面来讲 中国有很多选手冒出投出来 尤其是游泳方面 那中国也出了一个游泳的飞鱼 那我觉得欧美这些国家 可能就是不能接受这种现实 所以在这边 就刻意在这种事情上面 鸡蛋里面挑骨头 找这些麻烦 我觉得这更凸显出来 就是欧美他们白种人种的 这种自大的这种心态 那至于说 美国太阳能巨头 这个崩盘的事情 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是必然的一件现象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你要发展太阳能 要用的钱很多 你不管是用光电 或者风力发电光伏 对不对 你要说你这成本要很高 你必须要整个国家来支持 你才做得起来 那但是美国来讲的话 跟中国大陆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美国来讲 他国家不支持这个 尤其是川普这次当选以后 他摆明了他去挖石油 他可以有天然的石油 有天然 有便宜的能源来讲 那就短视尽力了 我只看到说是 我短期来讲 我用石油 就可以得到便宜的这种能源 那我为什么要去 用这么贵的这种光电发电 所以他就不再用光电发电 华为跟联发科在两三年前 有谈过所谓的专利费用 但是由于出现了分歧 这个部分谈崩了 所以现在华为跟联发科之间 有了诉讼 那跟以往比较不同的是 诉讼专利全人华为 是描向晶片厂商 而不是手机的终端厂商 我先讲后面这一段 就是高科技业者 彼此因为一些技术的专利 最后进入诉讼程序 这是一个常态 这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大家谈不拢 那就用法律来仲裁 那法律最后仲裁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就认了 那么但是我们讲到了说 现在中国大陆自行在研发 所谓的作业系统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软硬体 其实那当然都是拜美国之次 因为美国对中国大陆 进行了科技围堵 所以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 美国几乎是连口气都不想 让中国喘 就是卡脖子 卡得紧紧的 那么当然在软体跟硬体的层面 都是的 那么硬体层面不用我多说 我们在这边讨论太多次了 美国从这个ASMO的光刻机 然后禁止卖给中国大陆 甚至连维修部都不准 然后到所有的一些相关的技术 相关的这些原料 通通都对中国大陆做限制 然后对于这个晶片的这个厂商 也下了严格的禁令 所以不管这个黄仁勋 想尽了各种办法 希望突围 但是美国的这个雷盟 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不管你想出什么方法 我都会尽 那么这就是逼得中国大陆 必须在硬体上 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那你说中国大陆走不走得出来 其实我对中国大陆 很有信心的原因是因为 他们在其他的这个领域里头 都走出来了 比如说航天科技 走了30年 现在天空上 唯一的两个太空站 一个是属于美国的 跟他的这些西方阵营的 另外一个就是属于 中国大陆的天空太空站 完全没有靠来自于 美国任何技术的这个资源 然后他今天走出一条路 不要讲说还有嫦娥6号 是怎么在月球背面 这个取得了这个月球的土地 土壤取得了月壤 那这美国自己都还做不到 中国大陆做到了 那另外我举个例子 大家看一下中国大陆的高铁 美国盖高铁盖了100年 到现在还没盖出一条高铁 中国大陆到底盖了多少条高铁了 以前美国人笑中国大陆的高铁 说中国大陆的高铁高风险的 这个交通工具 现在的中国大陆的高铁 平顺快速舒适 你反倒美国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当然现阶段中国大陆 会因为美国的这些措施 会要做一部分的 自己的产业的调整 但是在硬体的部分 我们不难发现说 其实中国大陆 已经走出了自己的一条路 那当然华为扮演了 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你会看到 华为在晶片设计上 在一些相关的这个领域里头 都做了一些措施 那其实但是美国 它对于中国大陆的 这种科技为主 不只是硬体 它软体也做了 各位知道 Google很早就撤出中国大陆了 然后ChairGPT 最近也要撤出中国大陆 所以我的朋友在香港 想用ChairGPT还用不到 因为他们也要撤出中国大陆 但是中国大陆 在这些软体的层面里头 他们其实过去 也因为美国的这种封锁 他们开始这个自力图强 开始进行自主的研发 所以你看到的鸿蒙系统 你看到几乎整个手机作业系统 包含它周围的这些 这些各式各样的 像Wi-Fi的这些应用程式 它做的都很好 所以其实我觉得接下来 当然在美国如果持续 要用这样的一种 战略思维的情况之下 它极有可能逼着中国大陆 不管是软体硬体 都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那很多人就担忧说 那怎么办呢 如果ASMO没有卖光刻机 给中国大陆 它就不可能做出晶片了 但是并不然 就大家知道 现在你看到的中国大陆的晶片 它也许需要经过一番的 重新的调整 但是它某种程度 已经可以做到先进制程 就美国认为它只能做到18奈米 可是现在看起来 它可以做到7奈米 那么接下来有没有到5奈米 而且各位还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晶片的 这个晶片代工 大家所知道都是ASMO的光刻机 可是我最近看到了很多 这个世界各国都在 纷纷做其他的研究 比如说日本在做什么 做奈米的3D印刷 能不能用奈米的3D印刷 去印出这个晶片来 那这就是跟过去 我们传统的晶元代工的 这个技术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在硬体跟软体的部分 中国大陆不知道应该 弃美国还是应该感谢美国 就是因为美国干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很蠢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它却把中国大陆 在这个压力之下 推到了另外一个高峰 我觉得往往就是如此 你没有外在的压力 你就不会有内在的努力 那么因为有外在的压力 中国大陆感受到了美国的敌意 那么当然在这段期间 你就会看到 不管在软硬体方上面 他们其实都有很大的进展 大千哥 针对这个专利费的部分 我想问一下 对科技公司来说 专利费是他们一个 很重要的营收来源吗 因为有人说 华为是要收取专利费 以便能够继续的投资研发 当然就对这些科技公司来讲 他们辛辛苦苦研发出来的技术 各位知道不是做一个梦 就忽然想到的 那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投入了很庞大的研发经费 那你更不要提到说华为 就华为长期以来最有名的 就是它会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 各位看一下 华为的这个股权结构 是很奇妙的 华为并没有上市 它并没有股东 那华为所有的股权 大家以为都在任正非家族的手上吗 没有任正非握的股权 非常非常少 那么大概少到几%吧 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可是你说那剩下的股权是谁呢 谁才是最大股东呢 华为的员工是最大股东 任正非把超过95%以上的股权 都送给了华为自己的这个员工委员会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华为员工的待遇是非常的好 华为员工的奖金非常的高 为什么华为可以投入 很庞大的经费去做研发 因为它没有股东 所以它不需要去对股东负责 很多公司 因为它是上市公司 它要对股东负责 所以它在做研发的时候 相对就保守 因为在牵涉到它整个的财报 好不好看 牵涉到股东能够分到的 这个相关的红利 是不是能够让股东满意 这些东西都是上市公司 必须要面对的 所以华为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它员工的福利非常好 它的薪资待遇非常高 高到出乎大家想象了 那么也正因为如此 这些华为的整个的研发团队 包含最近在练秋湖 建了一个超大型的 这个研发团队中心 华为为什么有这个胆思 跟有这个魄力做这件事 就是因为 它原本的这个股权结构 它原本的规划就是如此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